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背景 工业革命的序幕 技术的飞跃 当然 工业革命的序幕是一个充满了技术飞跃和社会变革的时期 简直就像是历史上的一场大型科技展览会 让我们穿越回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 看看那些改变世界的发明和背后的故事 首先 我们得感谢一位名叫詹姆斯瓦特的苏格兰工程师 他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个电力单位瓦特 瓦特 但他实际上是蒸汽机的改良者 瓦特的蒸汽机不仅仅是个思思作响的茶壶 它是工业革命的引擎 瓦特的改良使得蒸汽机效率大大提高 能够驱动工厂的机器 甚至火车和船只 可以说 瓦特的蒸汽机就像是当时的特斯拉电动车引领了技术潮流 接下来 我们得聊聊纺织业的革命 约翰 凯伊发明的飞梭 Flying Shuttle 让织布速度大大提升 织布工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 手忙脚乱地穿梭于织机之间 然后是理查德 阿克莱特的水利纺杀机 Waterframe 这台机器不仅提高了纺杀的速度 还让纺织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可以说 纺织业的这些发明就像是当时的智能手机 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当然 工业革命不仅仅是技术的飞跃 它还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革 城市化进程加快 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工人们从乡村涌入城市 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可以说 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 就像是今天的硅谷 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然而 工业革命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工厂的工作条件非常恶劣 工人们每天工作长达12到16个小时 工资却低得可怜 同工现象也非常普遍 许多孩子不得不在工厂里辛苦劳作 可以说 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就像是 科技公司996工作制的 极端版本 总的来说 工业革命的序幕 是一个充满了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的时期 它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 也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和问题 但它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就像我们今天面对的科技变革一样 工业革命教会了我们如何在变革中 寻找机遇 迎接未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发展过程 蒸汽机的发明 工厂的兴起 好的 大家请坐好 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 回到18世纪 看看蒸汽机的发明和工厂的兴起 是如何改变了世界的 首先 我们得感谢一位名叫 托马斯·纽科门 Thomas Newcomen的英国铁匠 他在1712年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 纽科门的蒸汽机主要用于抽水 解决了矿井积水的问题 想象一下 当时的矿工们看到这台机器时 可能会惊呼 天哪 这玩意儿能自己干活了 不过 纽科门的蒸汽机效率不高 燃料消耗也很大 接下来 我们要感谢另一位天才 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 瓦特在1765年改进了纽科门的设计 增加了一个冷凝气 使蒸汽机的效率大大提高 瓦特的蒸汽机不仅能抽水 还能驱动各种机械设备 于是 工厂的兴起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说到工厂 我们不得不提到纺织厂 18世纪末 英国的纺织业迎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理查德 阿克莱特 Richard Arkwright 发明了水利纺杀机 但后来发现水利不够稳定 于是改用瓦特的蒸汽机 结果 纺织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工人们也从家庭作坊走进了工厂 工厂的兴起不禁改变了生产方式 还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以前 大家都是在家里干活 边干边聊 生活节奏悠闲 工厂出现后 工人们得按时上下班 工作时间长 劳动强度大 于是 工人们开始怀念起过去的好日子 甚至有人开玩笑说 以前是家里干活 现在是活在工厂里 当然 工厂的兴起也带来了城市化进程 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寻找工作机会 城市变得越来越拥挤 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 有人调侃说 伦敦的空气好像是用煤炭做的 不过 正是这些问题 推动了后来的城市规划 和公共卫生改革 总的来说 蒸汽机的发明和工厂的兴起 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 它们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 还深刻影响了社会结构 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虽然当时的工人们 可能觉得生活变得艰难了 但从长远来看 这些变化为现代社会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好了 今天的时空旅行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蒸汽机和工厂的故事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下次我们再一起穿越时空 探索更多有趣的历史事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后果影响 社会结构的变革 现代化的开端 当然 谈到社会结构的变革 和现代化的开端 这可是一个既深奥 又充满趣味的话题 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 和有趣的故事 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 我们得从工业革命说起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 工业革命在英国拉开了序幕 想象一下 当时的英国 原本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 突然之间 蒸汽机的发明 让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人们从乡村涌向城市 寻找工作机会 这个过程 就像是现代版的农夫进城 只不过他们不是去卖菜 而是去工厂里当工人 工业革命带来的 不仅是经济上的巨变 还有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 传统的农业社会中 地主和农民的关系 被工厂主和工人的关系所取代 工人阶级的崛起和城市化进程 使得社会阶层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时的工人们 在工厂里辛苦劳作 回到家里 还要面对拥挤的居住环境 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这种状况 催生了工人运动和工会的诞生 工人们开始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现代化进程 这个时期 电力的广泛应用 交通工具的革新 如汽车和飞机的发明 以及通讯技术的进步 如电话和无线电的普及 都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想象一下 原本需要几天甚至几周 才能传递的信息 现在通过电话几分钟就能完成 这种效率的提升 不仅改变了商业运作的方式 也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1903年 莱特兄弟成功进行了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有动力的飞行 这个消息传到欧洲时 许多人都不敢相信 甚至有报纸称 这是天方夜谭 然而 短短几十年后 飞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出行的重要工具 现代化的速度之快 常常让人们目不暇接 再说到社会结构的变革 20世纪中叶的二战后 全球范围内的去殖民化运动和冷战格局的形成 也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新兴国家在独立后 开始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与此同时 冷战时期的科技竞赛 如美苏太空竞赛 也推动了科技的迅猛发展 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时的苏联和美国 就像两个在操场上比拼的孩子 一个说 我能上天 另一个说 我 也能 结果真的把人类送上了月球 总的来说 社会结构的变革和现代化的开端 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过程 每一次技术的革新和社会的变迁 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和新的解决方案 就像我们今天面对的数字化转型 和人工智能的崛起一样 未来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 可能会发生我们难以想象的变化 希望这些故事和见解 能让大家对社会结构的变革 和现代化的开端 有一个更生动的理解 记住 历史不仅是过去的记录 更是我们理解的现在和预见未来的钥匙 好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时空旅行就到此为止了 我是你们的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 专职为大家解锁历史的秘密 和科技的奥秘 通过今天的时光机之旅 我们一同见证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感受了技术的飞跃和社会的变革 从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改良 到纺织业的革命 再到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世界 就像是一场大型科技展览会 我们还探讨了蒸汽机和工厂的兴起 是如何颠覆生产方式 推动城市化进程 并最终改变社会结构 甚至 现代化的开端和社会结构的变革 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 值得深思的故事和启示 这些技术飞跃不仅仅是历史上的里程碑 更是现代社会的基石 正如每个伟大的发明背后 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 每一段历史的变革 也都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今天的科技变革 如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的崛起 正如当年的工业革命一样 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 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 大家对工业革命 社会变革和现代化 进程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也希望我用风趣 轻松 幽默的方式 能让大家更容易地理解 这些复杂的历史和技术背景 在结束之前 我想邀请大家也来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们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觉得 现代社会会面临哪些类似 工业革命时期的挑战和机遇呢 非常期待大家的见解和问题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时空旅行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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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 Yeah, DNA is dancing, microbes always prancing Cure for every puzzle, genius with no muzzle From big bang explosions, to atoms in motion The universe and notions in perpetual commotion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you dare Science in the sky now, holograms we say wow Quantum meets the robot, science news that we got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you dare Science is awesome, so much to share From the deep sea to the stars out there Science is awesome, everywhere Exploring the future, you dare Juan M kontroll-象 of humans, as statues And. Aaaham is amazing Whaweb城 in the sky, it's a dream aaaaaham is that you might not touch the stars out of the starsH soll And. Keep the stars out there And it's a dream Again V 접종, sent plan an었어 BlackPhillipsen And it's a dream And it's a dream